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跟大家去過這麼多間酒樓 我發覺其實我未去過鳳城 位於上環的鳳城總店 在2022年12月重開 現在大概開了3個多月左右 我都未去過 第一 去很多懷舊點心 第二 早市有很多優惠 所以跟大家去試一試 不要說太多 大家一起去吧 好 Let's go 交通路線方面 我們在上環地理站C出口 沿著江洛道西直行3分鐘就到了 很快 酒樓要放一層 裝修過 所以就算是門口 和進來都比較光亮 和新派 而且有卡位 好像我現在剛才有卡位 可以坐 現在是早茶的時間 早茶只有11點半 有一個五福林門 20個8個 有五款點心 另外有一個早茶優惠 看到點心 約20元附近 還有一個瑪寶 來得奉承 看看它的經典點心 大家也很清楚 經典點心 包括有兩個 炸粉果 有一個湯 還有一個就是灌湯餃 灌湯餃 跟一般不同 平時用湯浸 這個就是餃子 包了湯 所以更加麻煩 這包湯很容易穿 還有一個蜜汁果芳 也是很特別的 甜品方面 最經典一定是西米焗布店 留意一下 這裡的點心 沒有分大中小點 它是每個點心 會寫不同的價錢 首先當然叫了一個五福林門 什麼都有 價錢也挺划算 什麼都可以試 蝦餃看起來 樣子都可以 看起來 蝦餃看起來 都可以 蝦餃看起來 蝦餃的味道也挺好 挺爽 不過它沒有筍絲 還有沒有醬汁 有些好吃的蝦餃 蝦餃會爆了醬汁 它就沒有這個 燒賣反而 我覺得比蝦餃出色一點 因為它相對 肉是比較實的 咬下去比較紮實 肉味也挺香 而且也有顆蝦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的質素 比蝦餃更出色 比蝦餃更出色 菜苗餃反而我覺得 比蝦餃好吃 比蝦餃 那個菜的味道爆出來 很香 而且充滿了菜 這些菜也不會沒有水分 乾乾 蝦也夠爽 整體上 有些汁水 我覺得這個更加出色 包其實是雞包仔 我覺得比蝦餃好吃 有些少許煙韌的 薑汁糕就是正常發揮的 跟平常的差不多 薑味也足 我猜每個人都在那些地方拿貨 薑汁糕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不會太大落差 古化灌湯餃 真的很特別 很少有的 手工比較麻煩 因為很容易穿的 所以你看到它有一個鐵盤 在底部 我拿起的時候 都要很小心 很容易穿 之後我放回碗裡 皮都有點穿 要拍攝 來拍攝一輪 所以裡面的湯 被餡料吸收了 所以你看到裡面 好像沒有什麼湯 因為吸收了裡面 裡面有些素刺 有些瑤柱 還有冬菇 皮都蠻薄的 試一下 但現在因為發光 嗯 加了一些土味的皮 皮都OK 不過呢 我就浸久了 應該馬上吃會好些 還有少許蟹肉在裡面 所以裡面都蠻豐富的 建議一來到 要馬上吃 不要像我這樣 不過我沒有辦法 因為要拍攝 這裡有些懷舊味道 它的湯其實也很好吃 不過因為吸收了 就 即是喝不到那些湯 但是 那些上湯吸收了的味 都是吃得到的 都是很棒的 這個 即是來得奉承 沒有理由 這個不點的 嘩 這個 真的很少地方可以吃 這個 試一下 很好吃 皮 有些甜味 好像有些 番薯的味道 甜甜的 煙等等 它因為浸完湯 原本是脆的 會有些少許軟了 裡面其實你看到 都充滿了蝦的 全部都是蝦 很爽的 湯就像雲吞麵的湯 你看 有些狗黃 先喝一口 都好喝 不過鹹了少許 不過 適合的 它用來浸泡這些粉鍋 如果你太淡 就可能吸不到味 它浸了少許鹹 甜甜的 在嘴裡膠澤 如果你剛剛放了狗黃 加上狗黃的香味 哇 真是沒得頂 一定要必點點 點心 點心 小吃還是點心 不知道 那就是蜜汁火芳 之前我在太豐流 都有吃過 真的很壞 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吃的 這個 類似金華火腿 那類 切薄片 之後再加蜜糖 就是蜜汁火芳 再加一個麵包 麵包來得容易辣 其實火腿也是容易辣辣的 你看到夾起來的時候 滴上蜜糖 光是看這個畫面 都值美飄的 好治癒 而且你看到火腿有少許肥在上面 試試 好好吃 哇 好好吃 好味 光是本身 它是會帶著鹹香的 不過 因為蜜糖 令到它沒有那麼鹹 如果你只吃 可能相當會鹹一點 因為它是屬於金華火腿 而且它是很容易化開的 火腿 不會說很韌的 那隻 鹹香的火腿味 加在蜜糖 掉了出來 我都明白為何會加一個包 因為它吸了少許蜜糖 會甜甜的 而且會令到你那個 沒有那麼膩 有些像割包一樣 割包很美味 我看到師傭師有吃一瓶瓶有味 嗯 嘩 正啊 我覺得來到也要試一下 叫了一個比較普通點心 薑蔥牛帕葉 賣相都不錯 因為它的薑蔥很多 我很喜歡吃薑蔥 都很多的份量 不過 隔出來看 原來有些是芋頭淺底 那個牛帕葉正常 平常都差不多 都是比較爽 而且容易咬的 不會說有些部分很韌 那些都OK 甜品時間 當然一定要試它的西米焗布 來到呢 樣子都挺帥 這個面子 我看它焗得很凹凹 挺好的 不過最怕是會乾了 那麼 先試一下 看看 裡面其實都挺濕潤的 試一口 好甜 難怪是它的黃牌 真的做得很不錯 表面有點凹凹 但它又不會說乾了 咬下去很韌韌 裡面的餡料都很濕潤 少甜一點 我覺得可以結實 味道超甜的 它的吉士味都挺濃郁的 不過它這隻沒有蓮蓉的 我自己也是一般喜歡吃蓮蓉 因為都相對太甜了 攝影師都是不喜歡吃有蓮蓉的 沒有蓮蓉餡 我不知道是正宗還是不正宗 但我喜歡吃這隻多一點 埋單總共吃了226元 最貴就是蜜汁火箱48元 其餘價錢 我覺得都很合理 我覺得這裏可以吃很多懷舊點心 真的好正 外面也少有 而且這裏因為新裝修回來 坐得比較舒服 上環這家總店的鳳城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如果大家朋友去過其他分店 覺得好吃的 告訴我 可以帶到家人去試試 這次的分享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知道怎樣做的 我們約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請收集 chat 進來 請收集 集結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